她有一天跟我講我真的要哭了 她就說因為她前幾次有鬧過脾氣 就是哭 然後就說她不希望我們分開 然後就忽然間的有一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她就說 媽媽我覺得我太自私了 我希望妳開心 我也希望妳有疼妳這樣 喔 整個就是母女相擁而起 請節目首錄啦 請節目首錄 聽媽媽的話 然後也很多的這個美麗的媽媽詢問 今天要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來頭小的 非常厲害 妳有看過她們的資料嗎 有 嚴嘴一下 嚴嘴一下 那妳中間最感興趣 我覺得就是好不容易 從一個墳墓走出來 就是應該很久不會去墓園 對啊 就是好好享受一下 這個單身的感覺 我那天還跟賈金文說 就是妳的故事讓我覺得很 很 很 勵志 然後還有包括像譬如說小嫻啊 我們公司現在已經變成失婚俱樂部 對啊 但是我覺得有看到很多 譬如說倚柔啊 我覺得看到她們的新聞 其實有讓我從然覺得說 是否有可能 欸 我也可以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恢復自由生 然後單身 看看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發生這樣 所以其實是身邊很多這些女生 給我一些勇氣 然後讓我覺得 欸 可以試試看這樣 就是說她 我在跟她溝通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講說我覺得 因為爸爸一直都很忙 那我覺得也很難 因為你在跟小孩溝通過程當中 第一原則當然是不去講任何對方的壞話 因為那是她爸爸 然後所以就是要很圓滑的方式 就是剛剛說她說妳跟爸爸都很忙啊 那妳是不是很希望說 欸 假日 如果將來有一個人 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 可以帶妳出去玩 做到爸爸以前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妳不會很開心嗎這樣 然後她一樣跟妳們的重點都抓 說她那個人是誰 我說那個人就還沒出現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媽媽現在跳脫這個狀態的話 才有可能去遇到另外一個人 可以 有可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這樣 然後她慢慢慢慢就理解 就說 嗯 她覺得我這幾年也都一個人啊 很孤單啊這樣 然後所以她就覺得 欸 好像 她有一天跟我講我真的要哭了 她就說因為她前幾次有鬧過脾氣 就是哭 然後就說她不希望我們分開 然後就忽然間的有一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她就說 媽媽我覺得我太自私了 我希望妳開心 我也希望妳有能疼妳這樣 喔 整個就是母女相擁而泣 就是她真的懂事 然後其實對我來說也放下一顆心 講真的她如果不同意這件事情 我也可能我也不會去簽這個 離婚協議書